雲端白板的裡面 相關的東西都在 雲端白板裡面都有放 等一下可能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工具 叫做Eclipse 所以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到 Eclipse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補足 Junweaver沒有辦法足航去除錯的缺點 你可以藉由它去幫你除錯 它的缺點是怎樣 它沒有辦法去設計一些美工的東西 就是你要做表格 或者是做一些表單的時候 你還是一行一行要自己去Key 當然用Junweaver就比較輕鬆了 所以兩個其實可以當成是 如果開發要撰寫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如果說你要去設計什麼表單 做一些漂亮的美工的話 那你會用Junweaver 兩個其實是互相可以搭配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你把它點擊 上面有個箭頭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裡面的話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它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可以預先下載下來 否則的話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裡面的話你就把它解出來 這個Eclipse 它的優點是說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解壓縮放在低疊好了 就可以使用了 那因為它是針對什麼 針對PHP的出錯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拿來去開發像Java 或者是Android 兩個是不同的 那至於會不會衝突呢 基本上我用到現在是沒有衝突 不過同學是說好像會有衝突的問題 那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會用到Java的JDK 因為JDK兩個是共用的 所以你電腦裡面一定要有安裝一個叫JDK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沒辦法執行 JDK在這裡 如果說你電腦裡面沒有的話 你在安裝 像我們這邊電腦應該都已經安裝了 所以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再去做那個下載的動作 那最後做完大概會有哪些重點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是把它解壓縮到我的低疊底下 然後並且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執行起來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在押縮到低疊之後 它會有一個這個目錄吧 有沒有就是Eclipse PHP的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 那打開之後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有一個Eclipse的執行檔 你就把它點兩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那個路徑的部分 它會問你說你那個 這個路徑要放哪裡 叫做Workspace 那請記住喔 如果說你今天 要跟這個Junweaver搭配使用的話 那你的路徑 記得就是設定在哪裡呢 設定在我們那個 這個SAMS這個有沒有 這是我們伺服器的底下 不是有一個根目錄嗎 就把它放一起 這樣的話呢 它就比較容易找得到 否則的話呢 會有點問題喔 所以第一個 你的那個 它一開起來之後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它會問你說你的Workspace 要放哪裡 那請記住喔 放在SAMS底下的那個 網站的根目錄底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new一個什麼呢 因為你打開之後 旁邊這邊應該是空白的 那我已經在這邊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PHP的project 這個project名稱的話呢 我就把它取做什麼呢 PHP01一樣的名稱 因為已經有存在了 那所以這邊會出現已經存在 那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也會對應到你的根目錄底下 會有個PHP01的東西 那因為喔 這個路徑跟那個 dreamweaver是放一樣的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幫你把 之前你寫過的東西 全部都載到 這個Eclipse裡面 那兩邊就會相通了 OK 就不影響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按確定 這邊就出現PHP01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 就在這邊會出現 那我們上禮拜的那個程式是 Vesson6-4 如果你的名稱跟我取一樣的話 那應該這個先把它關閉一下 在底下就出現了 打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那就會出現 有這個Vesson 不過喔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怎麼樣 你出現的那個內碼 可能會是亂碼 因為喔 它預設可能會是MS950 所以喔 如果你是看到這種狀況有沒有 就是亂碼的話 請記住喔 修改一下就好了 怎麼更改喔 非常簡單 在這個專案上方按右鍵 底下有一個Property 就是它的那個屬性嘛 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那個MS950 改成什麼呢 改成UTF8 應該還有印象嘛 因為我們預設都 我不是講說 你全部都把它改UTF8好了 這樣就不會亂碼了 這個開發環境也是一樣 UTF8按確定 OK 這個時候喔 它就會怎麼樣 變成中文的 不過喔 這個開發環境 當然如果你以前有開發過那個 Android或Java同學應該不陌生啦 第一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說 老師那個字好像太小了 有沒有 那字怎麼要放大呢 很簡單 幾個地方 我喜歡按右鍵 右鍵裡面有個那個 這好像也是Property吧 Property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一個 就是開發環境的那個設定 在這個叫什麼 就是第一個這個 然後你就選擇Color Form Color Form裡面的話 你就往裡面找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 應該是哪一個呢 印象中應該是基本的 Basic這個地方 Basic裡面的話 有一個是設定那個 那個Test Form Test Form應該是這個吧 Test Form 它裡面的那個文字 字型 然後點兩下 裡面去把它修改一下 字可以把它放大 預測好像十號字吧 如果太小的話 你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再OK一下 它字就放大 就這樣 按右鍵 Property 找第一個 這個裡面有個Color Form OK 然後呢 位置大概就是在 Basic裡面 找一下 大概是這個 那就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反正 這個環境如果你熟悉之後的話 那等一下我會來講 如何出錯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就像為什麼 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東西 那我怎麼知道說到底 它裡面幫我產生了什麼東西 放過來放了什麼 排序之後怎麼排 怎麼輸出 其實如果你設定好之後 這邊前面都可以點兩下 設定什麼呢 設定那個中斷點 那程式的話會跑到這個中斷點 就會怎麼樣呢 就會幫你停下來 設定那個中斷點 那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環境先下載下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就是如何利用這個環境 來幫我們做出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載這個 如果說你電腦沒有JD 可以就裝這個 另外特別注意就是 我上課的全部的東西都會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有細節上不了解的話 我們將來會有個論壇 我們這個論壇 那論壇網址我當然有寄信給你們 上禮拜的東西也在這裡 同學當然也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同學也有 就是 比如說你有一些回饋 你也可以放在這邊 像同學回去 還是真的要實做啦 否則的話呢 就是你可能一下就忘記了 上禮拜的東西都在這裡 完整的部分 我們的教學的論壇都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在哪裡 加在你的最愛 或者你的書籤裡面 然後懶人包在這裡 所以有些後面還沒講到 你可以先看過 這些東西一定要花時間 你不花時間 要把它學會 還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就是一個工... 每個禮拜講的東西通通在這邊 所以你回去的話 那你不一定要照順序啦 反正你一個一個 我想... 應該還算滿清楚的 而且這一套東西 上一個學期下來 就是一套教材了 還滿... 我就覺得還滿不錯的 對我來說也是... 感覺還滿有成就感的 每一次上課結束都還滿有系統的 而且其實有些同學 即便是中南部啦 或者是外線 或者是... 甚至是國外 他們也受益不少 所以常常收到一些信件 感謝的信件還不少 不過就是... 那當然喔 因為上課如果說 今天只有你們聽 感覺好像... 那個... 投報率太低了 所以我都把它丟在網路上 反正大家一起學習嘛 而且大家也會問問題 那沒關係 我就... 有人在Google Plus 然後就馬上回應他一下 他也學會了 他也很開心這樣子 對不對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 所以記得喔 你那個論壇還沒加的同學 自己加一下啦 如果你實在... 除非你自己已經很OK的 沒問題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另當別論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 下載下來之後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下載 然後解壓縮 那我把它解出來之後的話 是在這邊 所以你按右鍵喔 這邊... 我是用7VIP啦 那解壓縮至此好了 裡面的話好像有放了幾個東西 一個是這一個 打開來我們執行就執行 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就是我們要執行的 另外我好像還有放... 有一個什麼PHP 這個可以不用沒關係 這個是購物車做完的 這個後面我們還要再提 因為像那個購物車裡面 就是用物件導向寫的 那物件導向觀念喔 裡面程式碼非常榮長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除錯工具喔 你要把一個好的購物車寫出來 還真不容易耶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後面我們再陸陸續續講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就是說 如果你的除錯環境是OK的話 它要怎麼除錯 首先的話喔 打開那個也許我就以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當demo好了 我們是Lesson6-4嘛對不對 那有同學不太了解說 到底這個函數 它把它怎麼樣 產生...它產生什麼 1到42的什麼 那個... 42個... 一個一個值有沒有 1到42 然後呢間隔1嘛 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這個變數 這個是一個正列變數 那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怎麼樣 用這一個 隨機的去抓 樂透彩裡面的那個 它不是它是算數抓位置啦 然後再丟給什麼 丟給reval 所以這個過來的東西 不是裡面的值 而是什麼 而是它的位置 應該我同學好像卡住 已經卡在這裡 然後呢 再把這個位置 重新再排序 最後的話呢 就把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撈出來 不過撈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一個的位置 但是最後的話 輸出是 熱透彩裡面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一定是從... 這個一定是... 這裡面是一個位置 如果有0的話 那反正沒關係嘛 它一定是產生1到42 所以它即便是0的話 它抓到的也是1啊 所以... 理論上應該不太可能是... 有0的可能性啦 我不知道同學上個禮拜 是不是哪個地方寫... 寫錯了 所以我也... 那當然喔 如果你用那個... Eclipse除錯喔 如果你不除錯的話 假設你剛剛專案 沒設定錯誤的話 你按這個play有沒有 就OK了 這個就是一般執行 我執行給各位看 你這邊把它執行過 它會跳出來 有沒有 那你把它refresh 我剛剛好像按了很多次啊 欸 也都沒有0 OK 怎麼按都沒有0啊 奇怪了 不然... 可是上禮拜好同學 有出現0的問題 也許是不是城市 有哪個地方有寫錯 還怎麼樣 這個我想再討論好了 好 這第一個喔 這個是執行環 因為它一執行 它就可以執行過 沒有問題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不是要執行 而是要除錯的話 所謂的除錯 就是因為執行 就全部跑完了嘛 那中間的細節你不知道 到底它產生了什麼東西 放在哪裡 那裡面到底怎麼排列 每個函數的使用 你可能不太清楚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接下來就教各位如何除錯 第一個要特別注意 就是設中斷點 那這個中斷點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想知道說 這個函數它產生的東西 放在這裡 請你幫我停下來 直接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外面不是有一個 行號的外面 當然如果說你的那個環境裡面沒有行號的話 你按右鍵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 修那個light number 好像是在這邊吧 light number 有一個行號 這邊有沒有 修light numbers 當然如果沒有就這樣 如果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修light numbers 就是有行號嘛 那你在行號的前面 點兩下 註解前面不能點 註解它不能中斷 就是在這個中斷 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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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停好了 反正你希望它停下來的地方 你就設中斷點 再來 按一下前面有一個什麼 湊蟲 執行的前面有個湊 湊蟲執行過之後的話 各位會發現它會跳出說 你確定要進入到除錯模式嗎 那你就yes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從什麼 從這個PHP的開發環境 跳到這個debug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跳回去怎麼辦 再切回去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除錯模式 該如何運行 因為第一個 我已經停在這裡了 可是這個時候 執行這一行的沒有 還沒有 所以要怎麼樣讓它run下去呢 上面有個箭頭 有沒有 run下去 這個run下去之後的話 因為我用range函數 幫我產生的1到42的那個 這個數字有沒有 現在放在哪裡呢 現在放在樂透裡面 這個陣列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這陣列裡面放什麼 其實非常簡單 請注意看 不過這個環境 如果跟Visual Studio比 當然還不是很人性化 但是也還好啦 習慣之後就OK了 請注意看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看上面 請你把這邊 因為它內建有很多預設的這些 像Post Gets 它裡面預設就有 所以你往下拉 拉下來的話 請你看到最下面一個 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沒有 我們樂透的這一個 陣列變數在這裡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放什麼呢 請你繼續往下捲動 42也就0到41編號 那裡面的話呢 它就0到30 它可能分兩段 它不是說全部都放在一個區段 它放兩個區段 那第一個區段裡面放什麼呢 你就把它展開來看 你會發現 第0個放1 第1個放2 以此類推 裡面的值 通通都一清二楚 一直到31 那編號31到41放什麼 就是32到42了 有沒有 好這樣的話 第一個我就知道 這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第二的話 那我怎麼樣 理到裡面放什麼 你再把它執行下一行 這個時候呢 那我執行這個函數 去這裡面抓 抓幾個 抓6個嘛 那不過抓的是位置喔 所以位置的話 有可能有0 有可能有0 OK 第0個位置 那可是問題這裡面放什麼 我不知道 那沒關係 請你到這邊底下找 往下捲動 如果你執行過的話 就是說 你如果跑到下一行之後的話 這個就會產生 產生到哪裡 產生到這裡 那裡面放什麼 它告訴你array6 就是有放6個東西 編號一定是0到5嘛 那裡面放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它乱數抓嘛 那抓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第0個就放9 就隨便抓9 10 11 29 36 40 所以可見怎麼樣 它好像是 雖然乱數 可是它好像也是 從少的抓到多喔 所以其實喔 我發現好像sorts是不需要的 因為它本來就已經sorts好了 所以如果你在sorts 好像多做 多此一舉啦 不過你可能要多跑幾次啦 我不知道 可能現在這種狀態是 是這樣 可是會不會跑幾次之後 會有不一樣的 可能要 你要check之後 好才比較保險 當然以這邊來看喔 應該是可以不用sorts 所以sorts我看一下 sorts完之後呢 你再回來看 它應該也是一樣的狀態 所以沒什麼改變 因為它本來就是 由小到大 所以sorts完之後 沒什麼改變 所以從sorts模式裡面 你可以知道 應該可以少寫一行 沒關係 再來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東西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是怎麼做的 它是for each 這個裡面有沒有 s VAR VAR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去抓第幾個 先抓第一個 所以抓到一定是多少 9 抓到9之後的話呢 再去熱透裡面的第9個 那熱透裡面第9個抓到什麼 應該就抓到什麼 熱透裡面的第9個應該是多少 10嘛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就抓到10 再來10 11 再來12 對不對 反正就加1就對了 OK 然後呢最後一個一個把它輸出 所以你就for each 當然你如果要看細節的話 我們看一下 它抓到這邊 所以會VAR又多一個對不對 那VAR多一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VAR裡面 就放一個9 有沒有 它就把9抓過來 有沒有 放在那個VAR 暫時放一下 應該這樣跑 應該可以懂吧 所以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抓VAR9 就一個一個把它輸出了 所以輸出結果的話 當然如果你沒有問題 你就一直往下按 下面的東西呢 就會產生出來了 這個就完成那個出錯了 但是最後出錯完 沒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它停止掉 再切回到PHP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 完整的一個出錯流程 不過這個坊間書裡面 好像也沒辦法特別講 因為如果你懂這一招 以後再複雜的程式 都可以輕易的解出 有哪裡有錯誤 或者你要修改 增加都不成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小關鍵 小地方 但是大關鍵 OK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環境 你下載打開來 你等一下試試看 它不會停下來 其實我是設定好了 它才可以停下來 但是 要設定哪一些地方 主要呢 會有兩個地方一定要設定 如果這兩個地方 你沒設定的話 你按一下那個湊蟲 它還是不能除錯 所以請各位 先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你先把這個環境下載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記得 你在開啟那個 你的那個Workspace的話 記住不要設定錯誤 再來 這第二個部分 打開之後 路徑記得設對 這個是在我們的 制服器底下這個目錄 OK 再來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project 名稱的話呢 就是PHP01 OK 然後等一下的話 我再教各位 如何設定正確的除錯環境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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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